三十八两都之寨 派定帝已姓旧臣 由其宠幸左丞相道喇沙 由于道喇沙的影响 朝中重臣多数为回回人 比如同知疏密院士马斯乎 道喇沙包凶 同知疏密院士马某沙 中书平章 物博都大 博言查尔 甚至参加试杀元英宗的阿萨 也因回回身份得以信免 还升为御史忠诚 回回人的权势和地位 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 他们不仅享有很多特权 还享有商业赋税方面的豁免权 不过以左丞相道喇沙为首的新贵集团 也不是没有政治对手 一股潜藏着的复仇势力 一直在其身旁暗涌 这股复仇势力 使元武宗海山的旧臣集结而起 欲为武宗的后代谋夺地位 而当朝的太定帝登基几年后 便失去了政治热情 转而清新于社坛诵经 增福岩寿 自春至下流域行宫 整日里留恋酒色 不闻朝政 1328年治和元年 农历七月 太定帝出列柳陵 偶感风寒 竟是日时恩一日 病死在上都 享年36岁 再未不过五年而已 蔡定帝死后 两股政治势力随即展开了一场 元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残酷的 大规模的皇位争夺战 就此撕裂了元朝的统治秩序 将元朝推向崩溃的边缘 回顾当年元仁宗登基后毁约 远习五宗海山的两子 将自己的儿子殷宗扶上了皇位 海山的后人及旧臣 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 妄图寻击报复 太定帝野孙铁木尔 虽然不会说汉语 但是他也知道 沿用中原王朝的继承制度 可以确保自己的儿子坐上皇位 于是 在1324年 太定元年 农历三月 策立仅四岁的长子 伯尔纸晶阿肃吉巴 为皇太子 1328年 农历七月 太定帝兵故之际 中书左丞相 道喇沙 右丞相 塔什铁木尔 辽王托托 梁王 王燦 以及 御史大夫 纽泽等人 都在上都办价 而西安王 阿拉推纳 施礼 和 执掌 全国兵权的 简书密院士 燕铁木尔 则 留守大都 半个月后 在道喇沙 和辽王 托托等人的主持下 皇太子 阿肃吉巴 以储君名义 与皇太后 在上都 联名降旨 御安百姓 当时 皇太子 只有八岁 道喇沙等全臣 七太子年幼 福祭雍丽 以便 善权自资 除了 托治农历八月 留守大都的 燕铁木尔 却抢先发动政变 雍丽 五宗之子 继承皇位 两都之间的地位 争夺战 就此 拉开了帷幕 燕铁木尔是清察人 其父 床悟尔是 远五宗 海山最宠心的武将 一直在 临北带兵 燕铁木尔 则以素卫身份 随驾南下 仁宗朝开始 五宗旧臣子女们 的地位日衰 只有燕铁木尔 才华出众 从袭 左卫 清军 都指挥使 雷升到 太定朝 更兼 简淑密院士 但是 身居高位的燕铁木尔 却不能原谅 仁宗 被约 改立皇子的夙愿 1328年 治和元年 太定帝患病时 燕铁木尔 已经与 五宗的 近亲 和旧臣宗王 满图 阿玛 腊台 宗正 扎鲁 忽斥 阔阔 出等人 暗中 筹划 要把地位 夺还给海山系 农历七月 太定纪 已在上都病死 留守大都的燕铁木尔 直接掌管着 左卫清军 以及 尤其 同族统帅的 清查卫 侍卫 清军 而且 身居 总环卫 士的要职 有权 调度 卫护 京畿的 其他 宿卫部队 这意味着 燕铁木尔已经控制了大都 农历八月四日黎明 燕铁木尔率阿拉铁木尔 伯伦士等十七名勇士 召集百官到大都的新圣宫 明说应该拥立武宗之子为帝 敢有不从者斩 中书评章正是 乌伯都拉 伯颜查尔 抗辞答辩 当即被拿下 左城 朵朵异议被当场砍倒 参之正是 王世熙等人 被投入狱中 随后 燕铁木尔 与阿拉推纳施礼 共守内庭 查封 府库 收掌 百官 福印 调宿卫军 严守皇宫和荆姬诸药 同时 派河南行省参之正是 明里董阿 前宣正使 达里麻施礼 十亿将领 经湖北将领 迎接武宗四子 淮王 图帖木尔入京 当时 海山长子和氏 远在西北 编长莫及 因此 烟铁木尔 乃前使 至江陵 迎接 土铁木尔 同时 推举湖广行省 左城 别步花 为中书 左城相 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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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牙 为平章 前湖广行省 右城 速速为 中书 左城 前 陕西行省 参政王 不连吉台 为 书密 副使 萧新谷 仍为 通正院使 与右城 赵世 沿 等 分掌 激务 并调兵守 玉 关爱 以防 上都兵来 为了 稳住 局势 燕铁木尔 谎称 五宗海山的 两个儿子 图切木尔 及 何氏 已先后 启程 但 西 济至 图切木尔 是 五宗海山的 次子 与 何氏 是 同父 义母兄弟 在殷宗继位时 被流放于海南穷州 派定帝时 被召回京 封为 淮王 出阵 江陵 为了保证 图切木尔 及时平安回京 燕铁木尔 密令 河南 行省 平章 正式 国言 捡兵 已被 护从 国言 十五岁起 就追随 五宗 五宗当政时 曾历任 历部尚书 御史忠诚 尚书 平章 正式 对 燕铁木尔策划 牟利之事 国言 全力之事 农历八月二十一日 宗王 满图 与 阿玛拉台 宗正 扎鲁 乌斥 阔阔阔出 等人 正准备 按计划 捕杀在上都的太平地 清醒大臣 不料 事先走漏消息 结果 满图等十八人 反备 盗拉沙 捕杀 同时 盗拉沙派 诸王率兵南下 进攻大都 内战就此爆发 此前 燕铁木尔 已经征调卫兵 驻卫经师 又令周县造兵器 出府库 靠军事 农历八月十七日 燕铁木尔派弟弟 萨敦首居拥官 派儿子唐骑士屯古北口 令又驻重兵于千明镇 防备辽东兵来 农历八月二十二日 阿塑为指挥使脱脱木尔 贵士为指挥使脱蝶 先后率军自上都来赴 燕铁木尔命齐军守古北口 增强了大都方面的兵力 农历八月二十九日 上都梁王王善 太位不花 丞相塔什铁木尔 等率军进攻大都 攻破居庸关 进兵昌平 大都震惊 不久 燕铁木尔亲自都军立战 收复居庸关 王善单济败走 同样 农历八月二十九日 丞相到喇沙等再上都雍历 九岁皇太子阿塑吉巴 登基改元天顺 1328年7月至8月 阿塑吉巴在位仅一个月 历史上称他为天顺帝 同年八月二十七日 淮王图铁木尔由伯延悟从 经河南汴梁赶到大都 并于农历九月十三日 在大都纪皇帝位改元天立 视为元文宗 图铁木尔对手握重兵的兄长 和氏心有顾忌 因此继位当天就表示 待兄长赶来大都 即让出地位 接着大都迎来天顺地 支持者的猛烈攻击 辽东平章 图满迭尔 陕西靖安王 阔阔不花 起兵响应上都 就在两都兵马展开激战之时 农历十月十三日 镇守东北的蒙古军统帅 布花贴木尔 宗王月鲁布花等率军支持大都 围攻上都 这时 燕铁木尔等人率军大败上都兵 农历十月十四日 左丞相道拉沙奉皇帝宝出降 表示投降 上都的陷落使天顺的支持者 不战自愧 十一月 梁王王善 辽王托托 以及道拉沙 纽泽等军被处死 天顺地不知所终 陕西 四川 云南等行省 也先后归附 两都之战 以大都的胜利而告终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